今天我们再次来到安安阳,内黄,楚望郑,是大爷这个灌场啊 大爷你还记得我? 我记得你三次都来过,我欢迎的很,欢迎的很 我去年夏天来过?夏天来过 现在生意怎么样? 哎呀,差不多,差不多,生意差不多 这都是新鲜做的灌场啊? 但是今天煮的灌场,口子来灌场,你觉得灌场多没? 多没哈? 那没,别管,欢迎骨骼来吃来,我感谢 这个是什么油呢? 这是大油,大油就是猪油 大油就是猪油? 对,是猪油 你这个上次说是内黄,你是第一家? 对,命家,猪船,老船猪船 那你做了有多少年了? 一年,你做一年不少了,七十年了 几十年? 老船猪船猪船 去年你是七十五,今年七十六,没错吧? 今年是七十六啊 哦 今年是七十六 内黄? 老婆都是,都是外观众,猪船 内黄,楚望郑,老太观众 猪船 这个就是都是观众? 就是观众,你要是观众多不好 哦,我来看看啊 看吧 这个都是早上起来做吗? 就是这个晚上 晚上做 早起起点上班 哦 来看一下啊 看吧 看吧 后再来 能讲一下这个怎么做的吗? 它猪船里头兑什么? 猪船,打仗,面面 白面 放不放银? 放在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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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吼得了,我吼得了 你这个不少年了,箱子啊 这个箱子我换几次了 换几次了 这个 换好几次了 这个箱子都包姜了 这是老子古代,换好几次了 这个小乘也很多年了 这就是古代的东西 古代的东西啊 这是古代 什么 老辈都是古代的东西 老辈的 古代的东西 古代的东西 那你这个还撑着卖吗? 撑着,撑着 你要多少斤 送我们这个车给它撑着 这个车给它撑着 这个车给它撑着 哦,撑这个 它不斤,带回家 对 这个意思啊 工业合理 最后数年 那你这一碗怎么卖呢? 大碗四块钱 小碗六块钱 小碗六块? 一天能卖多少钱? 哎呀 钱多钱多少不是 我这个满满不能 这个不许多少多少 照我现在高兴 我就对它 高兴就可以了 高兴的对它 不是钱多少 三轮车也不知道你了 三轮车? 我们去这个三轮车用什么 我上三年纪了 我去这个车 你这一天也没少卖钱 搞个电动的 哎,我也快了 楚旺 我问你啊 楚旺有他们讲的三大特色 灌肠还有旁边那个凉粉 凉粉 灌肠凉粉 三厨铬 哦 三县包 这是三县包 楚旺三县包 对 三县包 灌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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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 灌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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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钌肠 灌肠配爬高 对,三县包 我说我不去那车 有那次上手 这个小碗能盛几块呢 这个一块 盛满算数 盛满算数 那你给我盛一碗 一块 三块 六块 九块 你不要给我多 你正常多少就多少 你不能亏了 十来块了 六块 三块 好嘞 这是个丁 出网难解 是吧 出网难解 捞菜的 给我讲 我帮你做广告 出网难解 捞菜的广场 出网名词 出网名词 哎呀 掉了一个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凉粉 我们去看一下 好好好 凉粉 这个也是出网特色 出网 三大煲 馆肠 凉粉 肥巴狗 大鱼讲好看又好吃啊 就是好吃 这边还有一个看着很好吃的啊 白吉姆 这是土豆丝啊 这是鞋板烧 鞋板烧 你这一块几块钱啊 五块钱 五块啊 看着非常有吃鱼啊 他们家这个馍好吃吧 好吃好吃 满满的 我海羊 我海羞 这条接口啊 好多东西都感觉非常好吃 你这个叫削罐肠是吧 嗯 这个怎么卖呢 几块 大了十块 小碗六块 小碗六块 对 跟他一样 给我来个小碗 好嘞 这个罐肠更嫩 煎罐肠更香是吧 对 加的蒜水 给我来一碗 小碗啊 小碗啊 这是我的吧 别人的 别人的啊 来看看 这个是罐肠一条街了啊 这是六块的吧 这是十块 十块的啊 嗯 六块有他一半 那多点吧 对 加蒜水 哎呀 小朋友也吃这个 呵呵呵 来尝一个 好不好吃啊 这边真的是惯常一条街啊 这一条路三四家 然后他辣椒油是不一样的啊 这个是老柴的辣椒油 这也是祖传的啊 啊 你这个口罩也是祖传的吧 嗯 口罩也是祖传的 要清换一点 好的嘞 多放点辣椒油啊 辣椒油也是灵魂 然后这个 都是灵魂啊 啊 你看 这个也是祖传的 大大卷的这个 起码十五年以上 蒜水 不管是 小罐肠 还是煎罐肠 这个蒜汁 绝对是 点睛之笔 然后这个辣油 在隔壁的餐子上 我去搞点 你们家辣油跟他家不一样啊 你们不吃吧 我先拿一下啊 好 好谢谢 这是在田中馆场的辣椒 辣椒油 哎呀 不错啊 来 我们来尝尝 老菜的馆场 老菜的馆场啊 就煎罐肠啊 就是香 你看 他这个胶皮 写的胶皮 已经煎出来了啊 这个吃的就是那种 筋炎跟炸的那种香味啊 但这个血会老一点 咱们包点蒜汁 这个大蒜啊 哎呀 哎呀 夏天我来吃过啊 但是我建议啊 肠胃不好的人 夏天不要来吃 香 好 这个是 叫肖罐肠 就竹子旁加一个肖啊 我就回去查 他知道怎么念的啊 这个就是嫩 真的是太弄太灯了啊 你看 我是见过他们 就有一次起早 见过他们怎么灌那个灌场 他是把 早上猪场接的血 倒到 大棚里头 加一点点盐 然后加那个生粉去搅 然后用漏斗 就是 就这样一个漏斗 叫漏斗 去灌到这个肠子里扎起来 然后进到那个 白水里头放点盐 煮好像煮多久我忘了 然后就是变成老柴的灌场啊 它俩是一样的 就这个是没有经过煎 这个是煎过的 别的是一模一样啊 重口味小吃 小碗 六块 你看量也差不多 老柴说他是类黄 灌场创始人啊 这个我们保留一点 但味道确实不错 再来以后 好吃 谢谢